歡迎回來新台派上線 今天的節目沒有極限 我們都知道一場不管是抗議 或是社會的街頭行動 一定要有小巫 國民黨的部分 我們剛剛聊過嘛 他們的小巫都來自於候選人 有羅志強的扇子 江宇貞的水 江宇貞的扇子 郭昭妍跟吳志剛的水 許小巫的帽子 這個是國民黨的小巫 他們全部來自於動員而來 可是青鳥行動呢 青鳥行動 其實今天的青鳥行動 跟國民黨有巨大的落差 國民黨是坐遊覽車來 青鳥是四面八方 有的騎倒車 有的坐捷運 有的騎摩托車 有的坐高鐵 是四面八方 而服裝呢 國民黨呢 有整齊的制服 跟友善的眼神 穿著不管是黃富星 或哪裡的制服 戴著國旗帽 可是青鳥卻是多采多織 所以朗東你說 這東西不是創意問題 是社會力的展現 沒錯 傅崑琦在上個月的時候 很暢秀就是說 哇青鳥會有這些人 是因為民進黨花錢 找了一堆人來包吃包喝包遊 包玩台北一日遊 對 結果後來發現 他講的是自己吧 第三運動員吧 沒錯 然後青鳥他是怎麼樣 自發性集結的 所以有人去騎腳踏車 從桃園騎過來 腳踏車看起來還很小一台 對 他說騎了兩小時快到了 然後再騎才公路車嘛 你才騎得小心 哇這麼熱 但是他有遮羊帽 還有穿眼鏡 都會非常的齊全 哇 也有人從苗栗 高鐵上來的 還不忘P圖多駕 一個國字 苗栗國 國還給我用剪頂字 很有創意 很嘲諷 然後也有從花蓮 這邊坐車過來的 還有從屏東 從屏東直接做一個台鐵 坐客運 台鐵 台鐵 坐過來 也有從台中 他直接說他請假過來 參加這場活動 跟嘉義這邊 這應該是高鐵 直接坐高鐵過來 然後剛剛不是講到是說 基本上藍鳥就分成 餐廳掛跟便當掛嗎 可是你自發性行動怎麼樣 多彩多姿 有人就自己去旁邊買麥當勞 對 他說我的遊覽車勒 沒有啊 就是在太陽底下吃早餐 就不是吃統一的便當了 沒錯 然後這個 早餐加薯餅 然後這個水 其實仔細一看 就是品牌礦泉水 對 他不是任何候選人 上面貼任何選舉號制 都沒有 他就是一般的這個水 然後也有一些人 一邊上網嘛 就是華說 因為看到國民黨的 都一直說他們是動員來的 他說 搭車自己來的 被動員來吃便當 插插 沒有人是局外的反濫權 護民主 沒錯 仔細看衣著 顏色都不一樣 有人是穿著這個裙子啊 有人穿長褲啊 然後這綠色的褲子 黑色的褲子 沒有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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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制服 他每個人顏色都四彩繽紛 自由民主多嚴 就這樣 甚至還做了很多 自己做的這些青鳥 這個手織品的這些小物 背在身上 然後這邊民主信物 他自己做的喔 然後人家說 因為他要離開去顧小孩了 這邊還有幾個 這個民主的這個信物 看是誰要去拿 幫忙繼續去發 發一些自己做的一些 紀念品出去 這個織布鳥 自己織出一隻青鳥耶 對 非常的有創意 而且設備是完整 更奇怪的是說 等一下 他竟然有棚子 自發動員的 有涼風曬已經夠過分 人家還有棚子 有一些熱心民眾 怕大家賽到 對 用去租了這個遮陽棚 哇 這個叫帝王站 很貴的 沒錯 而且這邊 還有冷水扇 這個其實是一個影片喔 冷水扇 一台 對 兩台 我剛剛數還有三台四台 好幾台 現場三十幾台 他冷水扇 比國民黨的廁所還要多 對 這時候舉出兩個真的太少 去年我們選舉 不是正知道 還有去什麼 趙勢唱 那個廁所還有五六個 就會排隊 結果國民黨只有兩個 就冷水扇一台一台放在那邊 對 就是怕有人可能天氣太熱 會中暑 不只如此 天氣熱的時候 還有免費刮沙 這刮沙他還自己畫了 等一下 進擊的巨人的 對 這個圖還可以鬆 免費刮沙 引主無價 免費鬆一下 還壓力 免費鬆一下 結果你知道 這是因為有些人呢 他的專長就是廚師嘛 對 所以他去現場的話呢 就去幫忙做點東西吃 甚至有人說他很會做肉燥 結果發現現場已經有二十幾個廚師 都會做肉燥 沒有特別訓了 但是就有一些藍營的這個粉專 對 他就去那邊趁飯吃吃一吃 然後去那邊吃的時候就說 為什麼這隻青鳥人好像很少啊 發人問津 因為裡面沒有民主牛排 你吃人家自主性的這些公民 民主粥 民主粥 你還嫌人家裡面 沒有牛排 你們吃到什麼 便當 哇 酒膽車 這十點五十分又帶隊 準備去吃餐廳 是 這個都是公民自己的 發揮他們的愛心 然後去給現場的人一些 甚至很多人是直接發點心 對 現在還有人塞點心到你這個手上面去給你吃 很多這個小物啊 手鍊啊等等 都展現了非常多的一些公民 對於捍衛民主的決心 以及他們無窮盡的創意 好 非常謝謝朗通 我們請朗通回到位子上 所以兩邊有青條跟藍條有巨大的差別 可是其實今天一整天大家為了什麼 為了複議案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複議案真的非常非常荒唐 藍跟白會聯手封殺這個複議案 其實坦白講並不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可是問題是 韓國瑜投票 韓國瑜投票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立法院職權刑事法 修正部分條文複議案 本院原決議予以為辭 不會擴權法案複議案 立法院二十一號表決大戰 藍綠白全都假動 在各自派出監票員跟亮票情況下 藍白一票未跑共六十二票 綠營贊成複議僅五十一票 複議案遭否決 但開票前各陣營持續校正 民進黨立委售出撲克牌 上面寫用愛擁抱回頭草 這些都是場外公民團體送給綠委加油打氣的 另外胸前還有青鳥胸針 以及黃蓮花象徵無所畏懼 而國民黨立委則是高喊口號 藍委羅志強也跟民眾黨立委一起開直播 立法院長韓國瑜投票時 藍營鼓掌歡迎 但綠委高喊意識中立 雙方喊口號叫正 不過議場內氣氛相對平和 藍白俠人數優勢 旅營這回並沒有杯葛投票 希望賴靜德總統 能夠回歸民意 行政院的複議案 遭到立法院否決以後 要趕快的來公佈 相關的這些國會改革的條文 在最短的時間內來緊 馬上提四線案 領及緊急處分 當然總統公告號三天 我們馬上會提 對於做好後續計畫 而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也代表黨主席賴清德 來跟黨籍立委開會 討論複議案結束後的下一步 更強調宣講不會停止 國民黨跟民眾黨 實際上是立法院裡面的執政黨 7月16號立法院臨時會結束之前 都會持續的來進行全台的一個 宣講的一個活動 國會擴權法案複議案 藍綠白將再開新戰場 交由憲法法庭做出最後判決 阿川這個複議案坦白講 藍綁還是聯手封殺複議案 可是我兩件事第一件事 之前還傳出白鷹要動搖 不要再當小藍叫了 我名叫叫太多了 我要對民進黨吃出感染吃 不好意思現在還是 8票票票入鬼看到沒有 還亮票還拍照 另外一個韓國瑜的投票 院長投票真是非常非常大大事阿川 今天早上大家就在討論要怎麼投票 因為那個選票很複雜 我們有討論過 所以今天民進黨五十一票 那全部都是支持 票票入鬼支持行政院 其實比較特別的就是國民黨 加民眾黨為什麼會有六十二票 照道理韓國的 韓國的不應該投票 為什麼他也是立法委員阿 他為什麼今天投票時候被大家圍起來 而且有非常大的爭議 那很簡單韓國的就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就這樣定位清楚了 要意識中立 你如果是說要選立法院院長的時候 你出來投票 投你這個大家沒意見 問題在針對這種議案的投票的時候 院長只有一個時候出手 平手的時候 這我們小學都有打過 就是說主席是不投票的 只要大家都到平手的時候是主席 最後決定我要投誰 跟韓國的自己跳下去 從這一刻開始 韓國一破功了 就不是一個中立的立法院院長 他就是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這樣他的定位就清楚了 他就不是說大家講說他什麼中立 沒有 他上次還連署花東三法 你忘記了 對 他還連署花東三法 所以韓國瑜現在就是一個很清楚的 國民黨的立法院院長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來看這個民眾黨 民眾黨之前在包牌 在包牌 因為黃珊珊說什麼 要遞出賽義感染支給民進黨 頭完就知道 黃國昌說八票全部都要支持國民黨 要當那個小蘭八 小蘭八席對不對 結果真的八票通通當小蘭 才會變成六十二 投的時候還沾沾自喜 來各位 插話和蔥仔看好清楚 你們全部你們立委 都到國民黨 對 都到國民黨 不然國民黨哪有六十二票 就是你們這個小蘭八席 全部都到國民黨 就揭曉了 你就不用想要包牌了 這個就是現在的民眾黨的重要 當然投完之後 對行政院來說 那行政院也只能啟動 這一個釋憲的 沒錯 這一個程序 當然今天那個說話 就是說不放棄要釋憲 就是要釋憲了 那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今天也提出來 就是要釋憲了 對 等這一個總統簽署之後 發布後三天 法令正式生效 那一刻就會啟動釋憲 好那今天當然大家 在集會的時候 就有一些共同的信物 就像我抽筒這個 你怎麼有 這個是所有的立委都有 你又不是立委 但是我有去嘛 我跟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觀眾朋友我們這個葉元智 已經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帶一下葉元智表情 葉元智你笑什麼 你笑什麼 你也快不是立委了 你笑什麼 還有好幾十年 要確定 你憑什麼笑王一傳 是你笑他 因為我跟我們那個 林佑參謂書長都有去 所以我們都有這個信物 這個是一個叫做黃蓮花 對 就是那個菲尼亞 那個變裝黃露 那衣服展開啊 就是這一朵花 我還以為是太陽花是蓮花 黃 叫黃蓮 黃蓮花 大家身上都有這一些 各式各樣的別針 就像這一個 這個小物都是民眾做的 對 那也做了一份布克牌 為什麼做布克牌 布克牌有幾張 布克牌不是五十二張嗎 對 那民進黨五十一席 五十一位 另外一張是 另外一位應該是 應該是賴主席 尾牌 每一個人都有一張 今天一人奔一套 這還蠻特別的 好民眾黨亮票之後啊 其實剛剛講過 他們其實就是 一字投否決 一字投否決 那可是今天我們在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其實這個清鳥的行動 今天晚上也是九點鐘就結束了 對 這幾天你如果去現場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清鳥行動 他們關係的 不只是這個副議案 後面還有什麼什麼黨產什麼之類的 他們處理黨產 處理很多各式各樣的議題 然後在那邊辦公民論壇 很多老師在上面上課 其實他們要的是比較長期的 說繼續抗爭 然後當然會有人想要去全力罷免 罷免這些 這一個立委 國民黨跟民眾 民眾黨沒辦法 他們民眾黨是不分區 只能這個罷免國民黨的這一個立委 因為我們今天葉原子也有來 葉原子 看到沒有 繼續抗爭 全力罷免 看到沒有 但是這個要再聲明一下 我們昨天有講 民進黨黨中沒有要發起 對任何一個人的罷免 但是這個民眾的這個罷免 顯然也會全力來罷免 等一下你讓葉原子講一下 不然覺得不公平 沒問題 先回到位置上 我知道觀眾朋友都迫不及待 都迫不及待 這史上最殘忍的節目 邀請被罷免的 當事人來到這個節目來談罷免 我們先歡迎葉原子 你好 你今天要我來的時候 怎麼沒有說是要談罷免 不然你以為我要跟你談什麼 談不一樣嗎 你以為你談一下國際的時事啊 你國際時事你懂什麼 懂啊 你懂什麼 國際時事的東西 談一下正式國際關係組 我的CG都做好了 柿子要挑軟的吃 罷免壓力大 葉原子一起來 變四餅啦 柿子變四餅啦 四餅比較硬 大家不要把我現在做所有事情 都跟罷免連結在一起 好了 那你先跟觀眾打個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好 因為昨天跟王俊宇吵架 跟罷免他有什麼關係 確定 我覺得沒關係 他故意要煽動 當然我覺得他的目的 是要煽動民眾罷免我 所以故意說什麼 我有叫警察去驅離民眾 我沒有嘛 我講的是說叫警察保護院長 那你晚點再解釋 你晚點再解釋 我剛剛沒有要審展開 我只要趁控黨介紹我們來的來 好不好 再打個招呼 還要再打招呼 你等一下是不是有什麼哏 沒有啦 看一次少一次之類的 你要講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你不要那個有哏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們把他進入到下一段討論 我要問東豪哥 狀況是這樣子 你看一人是草木皆兵 因為你忽然間叫我 又那麼有禮貌 他的小森板經不起任何一次的出包 一人是草木皆兵 你晚點我再跟你討論你的事情 我想問東豪哥 東豪哥狀況是這樣子 這一場敷意案真的讓兩個人 或是兩個團體 一次破口 第一個 叫做小 民眾黨 民眾黨之前拼了命 放話說我不要當小藍教 對不對 對 說什麼民調少多少 柯文哲多憂慮 怎樣怎樣 拍誰 八票全部入鬼 確定民眾黨就是小藍教 第二件事 韓國瑜破口 我講實在話 立法院院長有沒有投票資格 有 但是立法院院長需不需要意識中立 也需要 所以立法院院長以前什麼時候會投票 平手的時候 我來去做決定 這沒有人會怪 因為早上有個決策 我問東豪哥 今天這場投票 韓國瑜投不投有影響結果嗎 不會 不會影響結果嗎 但是我直接講 韓國瑜沒辦法不投 不是 我先問 他投不投都不會影響結果嗎 所以他這個叫做政治表態 他不是投票 你所謂他沒有辦法不投的前提是什麼 他扛不住壓力嘛 對不對 沒有 這個我有點不一樣 我先講韓國瑜這一段 我就問 美豬的時候 民眾黨跟國民黨打得兇不兇 打兇啊 外面有沒有動員 有啊 游錫關為什麼不投 游錫關那個時候不投 對啊 但是我講韓國瑜為什麼 為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行政院對立法院 行政院 你知道 當這個立法院執政新司法 三讀通過之後 他就是立法院的法律人 立法院所以行政院 是院對院的提複議 他作為立法院院長 在這個時候 不投 我覺得會有點奇怪 因為他代表是立法院 雖然 雖然 他同時也是國民黨籍 然後藍加白又是一個過半的多數 他不影響結果 對 可是他是立法院院長身份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一定 因為他投不投不是重點 今天的重點是這個投 這個下去之後 他才能進後面的程序 大家在等後面的程序是大爾冠事件 是 不是只有大爾冠事件 你以為大家只是在等大爾冠事件嗎 大爾冠事件要等半年 很久 大家在等的是旁邊的月圓資 是嗎 月圓資也超過半年了 你不要嚇月圓資喔 我不是嚇月圓資啊 我還是要鼓勵月圓資要堅強地走完這一段 月圓資有一個好處啦 挺過罷免這一關 四年任內只能罷免你一次啊 好 那月圓資是我們爭論環節的 那你說韓國瑜不得不投嗎 對不對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齁 就是 我認為韓國瑜對於民眾黨那8票 他並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什麼意思 他們其實互信 他一定要先表 他怕到時候來不及 他要先投 因為他不曉得那8票會不會票票入� 對 但是結果是 所以說表示他們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互信基礎 其實還是很薄弱的 對 但是後來當然都投出來了 表示那個過程當中 民眾黨裡面也有不同的聲音 包含像黃三三 他們不一定真的投出來 如果還是投出來 表示什麼 柯文哲還是一統天下 是 第二個就是柯文哲去跟韓國瑜 在康元的吃那個飯 是有意義的 就是 這個表示 本來黃國昌是民眾黨的主導 現在主導者 現在主導者 已經就是柯文哲 就確定民眾黨是小藍教 以後就不要再搞包牌了 對 沒有錯 就是明正言說的小藍教 而且是柯文哲跟韓國瑜 兩個人密室協商 下的一個最後的結果 對 所以未來來講 我覺得 韓國昌退去二線 柯文哲重新成為領導民眾黨的一線 對 所以這個副議案會被記錄到歷史上 所以這張圖 他幫我們帶一下 我們把這張圖帶到全螢幕 這張圖 誰投了支持立法院的國會擴權法案 誰反對清清楚楚 這張圖會被記錄在歷史上 誰是毀陷亂政的政黨 誰是小藍教 這件事情 我們都會記在我們的心裡 另外剛剛講的 這場選舉完 這個副議案完之後 罷免才是大家真正的主菜 才是真的公民握在手裡的權利 對不對 現在我昨天講 罷免現在大罷免實在收斂在兩個人 一個叫徐曉星 一個叫葉元智 葉元智是我們完全聊 徐曉星是仇恨值最高 葉元智是罷免難度最低 這我們上禮拜 昨天都聊過 對不對 可是徐曉星 他完全沒有想要降低自己的仇恨值 昨天洪森漢指示喔 去立法院拿了一個睡袋 拿了一個睡袋 到立法院他放在他的椅子上 椅子上 因為他知道今天要搞很久 他腰會痛 再當他的靠背 放在椅子上 哇 徐曉星就落狼來 而且還在媒體面前質疑 洪森漢為什麼要帶睡袋到立法院 我就問 洪森漢帶不帶睡袋 關你徐曉星什麼事 我們看一下昨天徐曉星 那一個質疑洪森漢的臉孔 大家能接受嗎 我們看一下 你沒有帶睡袋嗎 我帶 你不是也是在你的椅子旁邊 放了一個枕頭嗎 沒有 我問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帶睡袋嗎 我放著帶睡袋 這是違禁品嗎 所以你有帶睡袋 所以你不只是拿東西囉 我是要拿東西我就出來了 我問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帶睡袋 還是你只是拿徽章 我拿了徽章 然後有沒有睡袋 我沒有質疑你拿徽章 但是我問你有沒有睡袋 那放睡袋又如何呢 有睡袋嗎 你是想要把主席 才當成錄影區 這實際上這麼簡單 大家都知道 就聽到了 老實講不知道 老實講這什麼八九表現 我第一件事 我紅衫有沒有帶睡袋乾淨什麼事 你徐曉星可以帶抱枕 被陳超明彼死勾過的抱枕 然後你可以圍被子 然後紅衫不能帶睡袋 對這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你徐曉星昨天質詢 那個什麼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昨天他還說什麼 你的臉書 為什麼跟公文不一樣 本來就不一樣 臉書怎麼跟公文一樣 公文怎麼跟臉書一樣 對不對 這個樣子 醜聞指一樣 會讓人家覺得非常的高 沒錯 先講現在肚子有點痛 因為夜言之一坐在我隔壁 我就傳染他的緊張 我覺得夜言之整個人都非常的緊張 你有長照症 我也被他的長照症傳染了 現在肚子有點痛 會讓我這個夜言之緊張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事 就是因為徐曉星 他帶動了大家 對於整個國民黨人的一個仇恨跟憤怒 沒錯 所以說這是一個連動的 先看你光看他的表情 是不是很像表情包 哇製作單位很用心耶 這個放在網路上面的話 然後有沒有睡袋 我沒有指引你拿會張 但是我問你有沒有睡袋 有沒有帶睡袋 到底干你什麼事嘛 而且看他的台詞 很像小學生去露營 然後去鬧那個贏對代對的這個大哥 對 你的睡袋長怎樣 你要借我看一下嘛 然後就說 主席代當淬迪子的不是你嗎 沒有啦 那個 我們唱國歌 唱國歌 有國父遺像啊 你睡袋接我們看一下嘛 你看他們都很想掰 他還繞記者來說紅山帶睡袋 到底紅山帶睡袋 跟你有什麼關係嘛 沒有紅山帶睡袋 解釋說他去那邊 是拿抽屜裡面拿一些徽章 結果徐曉星來去說 你有沒有帶睡袋 他很質疑 拿睡袋的問題 他們一直在鬼打牆 你有沒有拿睡袋 還是只拿徽章 好那就這樣 大家都聽到有帶睡袋 好那就這樣 我們走了 沒錯 你知道徐曉星為什麼他 這幹嘛 小學生吵架 首先兩個 第一個 紅山帶一個睡袋 就讓國民黨52個立委 就是很害怕 沒錯 他怕說是不是民進黨要發動奇襲 說昨天晚上就要去佔據主席台 因為如果你這麼做的話 國民黨他整個晚上都必須要在立法院度過 沒錯 所以他們就是要關心這個睡袋 這個來龍去脈嘛 第二個 徐曉星為什麼要跳這個戰場 他是有目的的 根據我對他緊密的觀察 他要去洗印象 因為他這幾張照片 他過去在立法院的照片 已經打動到很多藍營的人 也覺得太離譜太過分 徐曉星開會 不只帶給陳昌明勾過彼死的枕頭 還弄被子 這件事已經對於即便是來贏的 都覺得他不尊重立法院 所以他只好去強化紅山帶睡袋的印象 沒錯 他故意要把這件事情硬塞在紅山頭上 他在板子裡面後面睡覺這件事誰忘得了 沒錯 因為你看他帶這個所有彼死的枕頭 看起來很可愛 對 不讓你覺得你是抱一種玩樂的心情去立法院 對 你的薪水是證明納稅人前領的 薪水小偷 你去立法院上班 你是去玩嗎 自備一輩子枕頭 睡到你看這邊黑色這什麼 睡到腳直接朝天了 腳是靠著立法院的牆 對 你睡成這個樣子 結果你現在去挑睡在這個式 然後紅山帶就解釋 因為他腰不太舒服 最近腰不太舒服 我只是拿個柔軟睡袋 放在異常的位置上 放在位置上而已 我可以來靠腰 然後順便拿一下抽筋裡面的徽章 結果徐曉欣一直說 他睡主題才睡主題才 然後徐曉欣還去留言 腰不舒服就拿靠腰 要睡覺誰拿睡袋 偷偷摸摸鬼鬼睡睡 我們都看在眼裡了 徐曉欣吵架就算了 他去留言挑釁 沒錯 他挑釁之後紅山帶就回家 那你這個睡到四腳朝天 是靠什麼 靠背嗎 因為剛剛講他腳直接就靠在 大家笑歪了一千多個讚 對啊 現在才兩百多個怒 然後呢 洪森剛剛還為了大家許姓怡 他還特別發了一篇脆 上面直接把圖弄出來 國民黨做為一個宣傳自己 胸懷大陣力 知道反攻大陸的政黨 居然連一個睡袋 就可以讓國民黨變成金弓之鳥 講公應該會被兔子孫搖頭 你看這椅子因為很大張啦 如果他坐進去的時候 這邊會空掉 會需要一個比較大的陣頭 卡在這一邊 去靠住他的腰部 所以這張照片很明確啦 沒有要睡在主席台 要靠腰 那為什麼許曉欣要打這個 因為他很不希望這張照片 繼續的流傳 這些都會成為罷免許曉欣的時候 文宣很重要的素材 是好 非常謝謝朗東 朗東回到位置上 許曉欣我坦白講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 剛剛許曉欣跟洪森和對話 大家是什麼感受 我自己是覺得很悲哀啦 第一件事情 你國民黨可以在立法院外面 對不對 搭帳篷弄文帳 睡覺 吃零食 開直播 就算今天洪森要拿稅袋去立法院睡 又關你國民黨什麼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那個吵架這樣子 不就像個小太妹嗎 你就是想把主席台當成露營區嘛 就那麼簡單 大家都知道了嘛 都聽了 那就這樣 我們走了 搞什麼嘛 搞什麼東西啊 所以對於許曉欣來說 他的醜問子不斷在跌 不斷在跌 也不斷在飆高 可是重點來了 你說許曉欣真的不怕嗎 許曉欣很怕 我們昨天就提一報 許曉欣不是只有找謝龍介來站入口 他是玩真的 他被人家拍到 他在下課的時候 站在入口 來去做宣講 他孤立他旁邊沒有人 他的助理喔 另外我們昨天說 有一個藍色的宣傳車 沒有圖任何標示 可是放出來的聲音 是許曉欣的 講的是國會改革 他在選區幫自己洗白 我們今天錄到了這個藍色宣傳車的畫面 跟聲音大家來聽一下 1號 一個星期五的早上8點 從聖沙街到中山南入口 我們希望大家到立法院現場 一起來支持國會改革 給我力量 讓我慰勉成功 傳掌哥 許曉欣的醜聞值有多高 今天呢 青老東外面 也有這個聯絡牆 之前是貼貼的說 你最想罷免誰吧 許曉欣被貼到滿臉都是豆花 而且還延長好幾條 對不對 今天比較細目 他說我不只貼 我要貼這個理由 你為什麼討厭許曉欣 許曉欣 剛擺上去被貼到爆炸 你看邱正君都快露出臉 有沒有 正正前還有露出臉 許曉欣整個被天爆炸滿 上面還寫說 許曉欣在此 怕大家認不出許曉欣 有人說他毒瘤啦 有人說下降 一些比較難聽的我就不講 可是傳掌哥 我不知道你什麼感覺 你年紀比我大 然後你跑去很久 你看到許曉欣跟洪山昨天那個樣子 你是什麼感覺 我基本上是這樣子覺得 許曉欣確實很害怕 但是呢 他呢 本人裡面 越害怕就越狂暴 是 貼得滿滿的 仇恨值很高嘛 對 然後中心的話他也沒那麼穩 連邱正君都還沒貼滿 邱正君是把鋪馬丟下去的 許曉欣你滿成這樣的 然後現在呢 不是講說還要修選霸法嗎 對 2月1號以前不曾有動作 對 他已經開始自保了嘛 然後他在臉書裡面也講了 我要主動出擊 對 我的戰場在街頭 我要國會改革 他其實害怕 而且已經有備戰了 但是我不會有講過 蜜歡 是拼臨絕種的動物 要保護 自己會把自己搞死 會把他搞死 可是你知道蜜歡的麻煩在哪裡嗎 曾經有一個知名的野生動物學家 叫做布萊恩瓊斯的救了一隻蜜歡 想說蜜歡太危險了 我要把牠保護起來 是 把牠放到南非的動物保護專區 給牠做得好好的 結果蜜歡是沒有辦法被保護的 牠就一定要鑽出去 挖底洞 咬開門栓 隔壁有一隻獅子 是 牠就硬要過去 第一次過去弄得滿臉血 等一下這是事實嗎 你講是真的嗎 真的事實 這叫蜜歡 然後第一次呢 滿臉血 滿臉血 但是獅子也被他弄得滿臉血 然後他們就看到還加了電網 他還會挖牆過去 然後第二次再去的時候 回來之後趕快把牠救下來 被獅子追著打 是 然後在動物醫院躺了兩個月 所以就是我們古代講的 不早死就不會死 對的 所以徐曉星呢 你就看到他確實緊張 可是他緊張的話呢 他沒有任何的理性的行為 然後他說也許降溫吧 也許這個跟謝國良一樣出國去吧 反正馬上要修會了嘛 我跟你講 紅色彈脾氣真的很好 我直接如果被小鑫問 我就問 干你什麼事 干你坡事 干你呢事 就是 我拿水到底 干你呢事 你有被子 有枕頭 我紅色彈那個睡袋怎麼了 如果紅色彈這樣講 徐曉星照樣發一片 你看紅色彈被我踩了 這就是徐曉星 是 所以他其實就是他的本性 他的特質 他現在呢 就開始呢 乾脆跟你火車對撞 撞到最後 再說 因為他的本性 他的本人 就是就這樣子 而且呢事實上坦白講 他今天到這個局面了 已經沒有回頭路 一定是對撞 我們從選舉來講 怎麼會沒有回頭路 你好好做個人類很難嗎 很難 真的很難 已經過了那條了 這個叫做過了臨界點 他一定會被啟動 你做一個正常人類 跟人類的互動很難嗎 那個是 你每一句都要挑釁嗎 先前在很多時間 不是青春期才犯的錯嗎 這個不是青春期 這是蜜環 所以徐曉星是過了那條件 包含是我們講的 現在罷免他的粉磚 都已經出來了嘛 那這個情況之下 徐曉星害不害怕 一定比葉仁智還害怕 是嗎 當然害怕 不然哪有 葉仁智有啟動宣傳者嗎 葉仁智連站入口都沒有 對啊 他是緊張的 但是越緊張了 他的血液越糞疼 是 這張宣速越高 還記得 徐曉星昨天質詢 左龍泰嗎 他斟酌在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你的公文跟臉書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兩件事一 你圖卡有說人事空轉 你的副意涵沒有 第二件事情 你有說無差別調查 可是你的臉書 臉書有說無差別調查 可是你的公文沒有 我們昨天在那邊講 如果間你的臉書寫的公文一樣 小編會被我開除 如果我的公文寫的跟臉書一樣 我的辦公室指揮會被我開除 這兩個本質上就不一樣的事情 結果范雲也是無聊 把他比對出來 有啊 人事空轉在這邊一大堆我不講 然後無差別調查 有啊 在這個理由說到一大堆 我也懶得講 就是本來就是要用文 就是公文一定文周周嘛 一定要不要嚴謹嘛 所以為什麼小銀行 總要斟酌在這些無關幾要小事 而且還沾沾自喜 覺得自己炒銀架 說就是這麼樣 大家都知道 都聽到了 那就好啦 我們走啦 欸但幹什麼啊 方老師 因為他不夠專業嘛 所以他不能針對專業的問題 提出質疑嘛 他就只能找這些 雞毛蒜皮的事情 臉書跟公文不一樣 對這個小小小東西嘛 不一樣 我就挑你麻煩 就批評你 可是他也不曉得 有什麼意義啊 就是覺得 還要跟你就吵架嘛 純吵架 你說洪山漢那個睡袋 如果說因為 用了五年都沒有沒有洗過對不對 洪山漢拿去立法院 然後把它攤開來 哇有意味出來了 那你許小青你去抗議 你去反對那我可以接受啊 那你什麼事需要 現在也不坐洪山的旁邊 對你不坐他旁邊 你有鼻屎的枕頭都爆了 對啊很無厘頭的吵架 他說我們走的時候 其實他旁邊也沒有小弟小妹啊 他就一個人說 好啦我們走啦 其實只有他一個人 是 可是我覺得覺得 大家都認為他很酷性嘛 就是說欸我一定不會被罷掉 選期很簡單很難啊 可是我覺得未必喔 未必是鐵板一塊 不然宣傳車為什麼要 對為什麼要放你那邊 這是要花錢 對許淑華在這次一月份的立委 他還是拿到了七萬六千多票 許小青拿到八萬九 只不過贏了一萬三 大家知道不會贏嘛 可是還去投喔 還是有熱情去投喔 可是如果這次罷免許小青 有可能贏的話 我跟你講 這七萬六千一百一十三票 投給許淑華一分 全部會出來 而且很多本來想說 只要七成他就會 對只要七成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選區的選舉人數是 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六 如果要過的話 我說罷免要過 要四分之一同意 幾票五萬八千七百零四喔 沒錯 許淑華只要八成的七成 今年一月有投的人 進來出來投 他就會過 所以我必須要講 許淑華為什麼會緊張 因為許淑華的支持者 看到有機會罷免成功 我跟你講 搞不好到時候罷免票 都會超過許淑華 拿得七萬六 八萬甚至九萬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地方其實 真的不是鐵板一塊 民眾對許淑華的憤怒值 已經到了臨界點 到最後罷免的時候 投許淑華的那些人 爬著也會回來投罷免這些票 因為他們覺得是有希望成功 而且成功的 他們會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他們做了一件臺灣人 大家都想做 而做不到的事情 中信區的選民 這是你們好好 向全臺灣民眾 交代的一個最好機會 還有一位老先生的支持者 你說廢老先生嗎 廢老先生嗎 廢老先生嗎 有可能喔 廢老先生最近會不會變成 他的支持者 會不會變成新臺派上線的 忠實觀眾呢 不知道 沒有關係 許曉星 我覺得川普講的最好嘛 不早死就不會死 這是所有 面臨到罷免的人 都應該要了解的課題 現在所有被罷免的人 我的仇恨值都要降低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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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人 不怕死人 叫許曉星 不斷墊高自己仇恨值 可是有另外一個人 更不怕死 葉元之 現在葉元之應該要遠離 所有可能增加仇恨值的人事物 對不對 可是昨天晚上 葉元之跟許曉星 竟然一起直播 命很大耶 我們看一下當時直播的畫面 超多人打來辦公室問說 那個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上街 我們可以去哪裡 所以他們很想來 但他們無處可去 對 所以他們就是大家都在等這一次機會 對… 所以像昨天我跟龍姐姐 跟羅志強在宣講的時候 就好幾百個人都在宣講 他們只是來買菜的 不是動員來的 然後他們就是最後我們講說宣傳 希望他們來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問說 哪裡 什麼時候 哪裡集合 就大家都蠻激動的 所以我覺得會來很多人 可以相信他們 葉元之 你是不是覺得你的命很硬 怎麼了 還是覺得你的領先很多 你昨天跑去找王定宇吵架 上午吵完架 晚上跑去跟許曉星合體直播 你是真的覺得你的血條很多 是不是 隨便耗血是沒差是不是 不是 昨天晚上去直播 是因為我有點內疚了 因為本來下午五點鐘到晚上十一點是我的班 對 後來因為我有事沒辦法去 什麼事 上節目 沒有 我有約 我有約 什麼約 你不要再挖洞給我跳了 好不好 然後所以後來呢 我那個跑完拖了之後 我就回去看一看 就順便開一個直播 那你可以不要開啊 蛤 沒有啊 就是因為那邊 其實現場有很多媒體 我就算不開直播 大家也拍得到 那你就繞遠路啊 但是我跟你講 我的直播其實是一個多元的頻道 好不好 他有講政治 也有講健康 我知道 麥玉珍被打的時候也是去你的直播哭訴 像今天早上 我們不是投票嗎 我其實剛剛大家不是討論洪生看的睡袋嗎 我早上也有直播他的睡袋 所以對睡袋有興趣也可以看一下我的直播 你不要再宣傳你的直播了 然後早上 昨天早上王定宇那個真的跟罷免沒有關係 為什麼 他們他是連線接很長 你跟王定宇遠到比我現在跟你距離還遠 你幹嘛去找王定宇 難道不是你心太崩了嗎 不是我跟你講 因為現場很多人都聽我抱怨過王定宇 因為他講那個警察權 我就沒有講過他就 那王定宇就很喜歡就是把 你沒有講過的事情 他看一個影就開一個槍 那你在節目上 而且這議題都過了啊 我問題是我去他臉書上留言 他也不理我 所以我心中就 你會顧祸 我就有一個聲音 就說如果我遇到他的話 我一定要找他 找他把話講清楚嘛 所以後來我就說王定宇不要造謠 他就過來要跟我理論啊 對 然後後來就演身邊各說各話嘛 各說各話後來我就說 那王定宇我們來對話一下 把他講清楚 那你這個話題 你不就又重新吵起來了嗎 我真的 因為我這 兩個禮拜前就過的事 我覺得是個性問題 可是你的對話很奇怪 你們兩個人沒有面對面 都看鏡頭 我有說不然有面對面 他說他只跟人對話 他連這種 那麼難聽的話都講出來 對我人身攻擊 我都沒有切他中路 那你可以回他 所以你就知道說我是真心是希望跟他把話講清楚 我們講就是保護院長 不要把他們講那麼邪惡什麼鎮壓民眾 主要糾結在這個事情 我們就比較繞不開鑽右腳尖 對 可是我是一個好人嘛 我是一個好人 你可不可以放管心 你快把自己玩死了 你知道嗎 我都為你擔心 不是但重點是說 因為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說你是不是半免極了 你是不是半免極了 就不是 我就是因為不想被造謠 你明天去板橋找個龍樹 坐下來泡一壺茶 喝一杯茶 不是啊你看 世界則快心則敗 這樣可以了啦 連溫長東剛剛到上面說什麼肚子痛 都說被我的緊張干擾到 我肚子痛是腸胃不好 跟緊張也無關好不好 所以大家現在就 現在大家就是動不動 然後就扯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啦 這個該面對就是會面對 好 我早就放寬心了 我早就放寬心了 等一下 這怎麼好像死刑犯 要上 到那個砍頭台一樣 該面對就是面對 我跟你講這個罷免是有牽涉到 我覺得政治鬥爭 好 所以這個該面對 徐曉星已經開了 宣傳車站入口 你咧 什麼時候去掃市場站入口了 我不是來這裡跟大家對話了嗎 也是這種方式 多熱量就叫你不要再來了 我這個是跨到逸溫層 逸溫層也是有他的效果 那我再問你 你面對你的罷免 你後面有沒有什麼招數要應付嗎 沒有 有什麼要跟 你看一下好不好 業員值一階段連署 兩千三百三十二 LINE群組 現在 然後二階段是兩萬三千 你要光LINE 就超過一千人 今天 我一個人拉兩個人就破了 因為他們有造勢 他們有造勢 所以人會一定會越來越多 像上禮拜 不知道擠的時候 那個他們也跑到書巧會的場子 去繞人 每天有拉很多人 那你要怎麼回應 我不知道怎麼回應 他拿了一個 在入口啊 我跟你講他拿了一個板子說 我們都找不到業員資 怎樣怎樣怎樣 他沒在做事 每天一堆人打電話到我辦公室罵我 他們都找不到我 就你找不到 所以我現在也在找那個人你知道 我現在也在找那個公民團體 對不對 他們是公民 為什麼要被你找 不是因為他亂講話 說怎麼找不到我 又沒做事 而且我真的有做事 你可以看到我臉書 好不好 現在都我現在 你有去包粽子 不是說那個事 就會刊 會刊有 會刊有 包粽子那不算做事 那是跑行程 跟地方拔熱 但是我們問政 會刊那些服務都有 但他不亂講話 所以我現在採取一個策略就是 職求對決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們會講說 你去找王帝女吵架 那不是聲量仇恨變高 可是如果說 我不去跟他把話講清楚 他那個謠言會越傳越多 你飾子要變硬了 我要把那個 因為他剛剛講 軟飾子變飾餅了 你不能夠 一刀掰不斷 你不能任由那種 就是不實言論 一直在網路擴散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那個從罷免團體說 我沒在做事 我也要找他講清楚啊 我列個成績單給他看啊 你要職求對決了 一定要這樣子嘛 軟飾子要硬起來了 你如果都不講話的話 那那個網路上 或者是輿論上 都只有 只有不立你的聲音啊 OK 一定要職求對決 我跟你講觀眾朋友已經 對軟飾子 會不會被罷免成功 很感興趣 我們是史上最殘忍的 這節目 等一下我們進一段廣告 回來 讓阿川來分析 軟飾子會不會被罷免 歡迎回來 新台派上線 新台派千萬不要下線 這一段太精彩了 這實際上最殘忍的這段節目 哪有人把被罷免的人找來 然後聽大家分析 他會不會被罷免 只有我們做得到 大家都講 柿子要挑軟的吃 罷免要找葉原汁 可能在上台節目 葉原汁講說我不是軟柿子 我要硬起來 我要當士兵 我是風乾的士子 我硬到你掰都掰不斷 我要找大家職求對決 該講清楚就要講清楚 可他算 這個招數是好的嗎 真的能幫罷免降溫嗎 葉原汁應該是這一次 所有立委要被罷免以頭 可能性可行性都是最高的 第一個 他贏的票數僅次於圖全級 但是圖全級呢 知名度不高 沒錯 沒有人認識他 無從罷免前 葉原汁這個名字 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他的這個榮譯度 是第二名 對 因為他只贏這個 他當時的對手 兩千多票 沒錯 兩千多票奧過來 差不多一千三八票的奧過來 一千 就當時如果沒有投 就葉原汁少了一千三百票 滾到另外一邊去 對手就當選了 沒錯 那剛剛有提到 那什麼歐巴桑聯盟 那個先不談 一萬多先不談 對先不談 就是說他只要跟他的對手 這樣奧一千多票 一千多票很容易 這第一個容易度 那第二個就是仇恨值 本來葉原汁的仇恨值 當然離許小新的距離非常的遙遠 一個天一個地 葉原汁這麼不討人厭的傢伙 對 那是因為我 他們開始啟動罷免 我就有分析過 因為內部有競爭 因為就是想要爭取前三名 那因為葉原汁有一陣子是往後掉了 對 就這個仇恨值沒有進到前三名 葉原汁覺得被超車 覺得被超車 那我們這個節目呢 也就是沒有一直去討論葉原汁 我們還曾經做一張CG 分析葉原汁被罷免機率很低 對他上次笑那個陳柏惟 那個什麼罷免陳柏惟那個 我們也只有放一次 沒有放兩次 後來我們就去處理廖偉祥 沒錯 廖偉祥 廢祥 不是有一首歌嗎 對不對 那時候就是都在討論廖偉祥 那時候葉原汁也都滾出那個榜外 沒錯 排安榜連前十名都沒有 很差勁 這個真的對葉原汁來說 當時他其實是蠻輕鬆的 還會去薄肉髒 對 對 遭老人的燈燈 回去地方這樣擲暖 大概休息了 大概他的 兩三個禮拜 通膏大概少了二分之一 但沒關係 那沒關係 反正就是第一台 逐漸回血當中 結果 不知道什麼人去葉原汁說 他放什麼 我跟你講 這種面對罷免就是要熱戰 你看徐曉勳 要變硬的柿子 你看徐曉勳熱戰 王宏偉也熱戰 你看大家講到這兩個人 兩個都說很難罷免 有沒有 我們說那個徐曉勳 跟這個王宏偉 是不是很難罷免 沒錯 對 然後呢 有個葉原汁 葉原汁可能經過一番思考之後說 好啦 他就叫你熱戰 那天看到名字 王廷 直接頂高級 這個在江湖上 叫頂高級 一對一的喔 一對一單挑 有畫面放旁邊 他們很厲害 他們邊吵邊看鏡頭 一直吵 一直吵 而且重點是選擇 選擇在這條路上 你看那個路上有多遠 你看他抽過來有多遠 而且選擇在這條路上喔 如果他們跨出這條路 在外面那個廣場 沒有鏡頭 他們不會吵 如果這時候大家 你看他們開始 這兩個就是上冠政論節目的咖 都罵了要看鏡頭 而且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沒有放其中一段 黃定宇碰�子那一段 啊 黃定宇碰�子 那不重要 他這樣子喔 欸你幹嘛打我啦 欸你幹嘛打我啦 沒有辦法碰�子那段 而且他葉原汁就選擇王定宇頂高級 對 各位記得這個王宏輝選誰頂高級嗎 吳思遙 所以現在國民黨都會頂高級 一對一 徐曉星找洪生翰頂高級 對 徐曉星找洪生翰 王宏輝找這個吳思遙 葉原汁就是找王定宇 葉原汁找最強的 找最強的 但是弄完之後呢 王定宇的聲勢越來越好 葉原汁就在這一波 這個激烈的競爭中 又重新回到了前三名 這已經達到葉原汁想要 所以我剛才說葉原汁因為容易度 他已經突然擠 因為已經淘汰了嘛 葉原汁容易度 本來就跳升到第一名 那仇恨子又擠進了前三名 我判斷葉原汁會是這一波 要被罷免的人裡頭啊 可能性跟可行性是最高的 不是啊 那我也很難啊 我要讓你回應 我讓你回應 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是很希望 因為我感覺你當了立委 越來越不快樂啦 你什麼要 葉原汁自由 你是心理學家喔 葉原汁自由 你是心理學家還是誰 心理導師喔 我很想要以前那個 議員的葉原汁 如虛無數 投稿要怎麼跑 就怎麼跑葉原汁 我當立委好好的 然後民進黨就要罷免我 如果是你 你高興得起來嗎 對啊 而且你剛剛講說什麼 我不要熱戰 我要冷戰 是我可以決定的嗎 可以啊 不是 好 那就我講 請問一下 什麼葉原汁要警察權啊 罷免他啊 他要驅離民眾 這句話是我主動講的嗎 這早就過去啊 問題是還在網路傳啊 你學一下謝國良好不好 所以我一定要找機會滅火嘛 謝國良現在存在感低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對啊 對啊 我CG做了 然後呢 我決定 好CG做了 我CG做了 我決定今天不討論謝國良 討論葉原汁 這就是存在感啊 很難啊 我覺得 會啊 我覺得一波一波 比如說讀出來先滅掉 然後你可以再低調一點 什麼叫讀出來先滅掉 比如說 很多人說文宥哥黑我啊 也不是只有王定宇一個在黑我啊 吳佩儀也黑我啊 說什麼什麼什麼有版 不是我會講是 你知道嗎 我謝國良我CG就做了 可是我剛剛講到你 我覺得太開心了 我覺得放掉這一題 沒有啊 你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今天是星期五 為什麼 你說 你說他是不是 又是六噸了 你看這多好 大家都存好心做好事說好話 對不對 罷免就是一個搞仇恨 但是燕姿你要面對他 接受他 處理他 最後就放下他 放下他 對 我們的社會是祥和社會 你現在也不接受他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我們就要搞仇恨 這個暴力之氣 對 那個我們良性 就算選舉也可以快樂選舉 快樂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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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不完成 有沒有 十六噸 我現在是 換一個話題 你去李光頭 你去討論一下王希之 不要 不要 班老師你是政治系教授 對於罷免這件事情 政治學上有非常多的研究 你真的覺得樂戰是好事嗎 我看謝國良 他的腰桿子有多軟 軟到我CG都做了 我都不討論謝國良了 我覺得今天這個場景 很像那個死刑犯 在執行槍決前 檢察官會開一個臨時偵察庭 說你現在還有沒有什麼疑言 你對這個案子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要交代的 那現在呢 你說臨時的掙扎 對 現在樂園之就是這個死刑犯 什麼七月半的炸謀 還是什麼 對 你還有什麼疑言 七月半的鴨子 七月半的鴨子 對 樂園之現在立法院辦公室 很多人的紙箱 也不用急著拆 對 因為很快要搬家了 沒有紙箱 那些從他市議會搬來的 一些書籍 可能還沒拆封 搬家公司還沒拆封 也不用拆了 我覺得是這樣啦 真的 樂園之真的 因為他的票數真的 他贏當初的對手只有兩千多票 對 每個人都提醒他這件事 但是樂園之我比較講 他常常上我們節目嘛 常常上綠營節目 他就是這個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其實仇恨值沒有那麼高 我們節目是中立的節目 對 甚至他有時候一個小時都不講話的 都不用講話 他不罪了不跟他講話 甚至他有個節目 竟然兩個小時都沒講話 不是我啦 只說一個 樂園之人是講說 紅衣好大家好 中小平 中小平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講六個字 四千金 紅衣好大家好 所以我覺得 但是問題是 綠營的支持者 雖然對樂園之不是那麼醜混 可是當面對大是大非時 還是會做下關鍵的決定 講到大是大非 就是這個投票上面有樂園之對不對 對 那就是大是大非 這是毀線亂政的部分對不對 對 我現在只要給那個 到時候的民間團體 一個建議 怎麼樣來增加仇恨值呢 我們不是小孩子 小時候玩那個波浪鄰骨嗎 咚咚咚咚咚咚 這個鄰骨 一邊放樂園之的照片 另外一邊 就放復婚期的照片 完了是要轉嘛 所以一下是復婚期 一下是樂園之 一下是復婚期 你說你說罷免 要遠離仇恨值高的人 對 那把樂園之跟復婚期 連在一起 就會 你越痛恨復婚期 對 你會把仇恨值帶到樂園之身 對 就是雙面 像那個雙面刃 雙面疊一樣 一下是樂園之 一下是復婚期 那樂園之還去找徐曉星直播 那更慘 這個叫做引證止渴啊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是 因為他知道 他為什麼昨天 要跟這個 民進黨的立委 王鼎宇 這樣子直接這樣吵架 因為他知道 他如果被罷免的時候 藍營的人 認為過去樂園之 跟民進黨關係太好了 對 他們認為樂園之不夠藍 對 民進黨不夠狠 所以他為了要 到時候他被罷的時候 這些深藍的人 這些黃夫妻的人 會越來出來保他 所以他一定要跟王鼎宇 吵架 展現出我的強硬 我是真的是打擊 藍營的漢將 第二個 我現在跟徐曉星在一起 徐曉星也是深或深藍的喜歡 深或戰鬥藍的喜歡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要玩 玩這一招 然後把藍營那一塊 重新做為他的御林軍 來保衛他 來避免他被罷免掉 好 那葉仁智在這邊 我一定要讓你回應 因為狀況是這樣 選舉有熱戰跟冷戰 冷戰 熱戰有種發生說 人家質疑我 我就去幹嘛 我就好好回應 我就要直球對決 有另外一種是 我故意就去跟你吵架 我吵到後來 把我所有基本盤都拱出來 你目前狀況是哪一個 我沒有想這麼多 你們要不要想得好像多 你沒想那麼多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覺得說 如果有人 就黑我的話 我要據理力爭 我要把那個事情講清楚 OK 我目前就是採取這樣的態度 就是說 你也不能夠讓那些 不是事實的東西 一直在網路上一直傳一直傳 這個真的會積飛成事 OK 而且現在要罷免我的人 根本就不需要理由 他就隨便講啊 反正要罷免你 什麼事都可能會成為理由啊 OK 我覺得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討論差不多 但剩下一點點時間 謝國良你以為我真的會放過你嗎 跟你開個玩笑而已 謝國良 我覺得他點一下 戰略戰術都很正確 就是說 我不要有存在感 我就消失 我就fade out掉就好 現在已經有多少份了呢 已經有兩萬四千份的連署 現在喔 就差六千份喔 最後一週 可是問題是 我想問川雅克 就差一週 最後六千份 謝國良到底能不能過關 可是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謝國良的創作 我想罷免這個已經有十六手了 第二件事情喔 謝國良竟然給我出怪招耶 你知道嗎 今天下午有台的節目啊 然後大家在上面 在青腦東路開現場嘛 然後有一個人喔 慕名叫不知道誰 第一張紙條給主持人 然後紙條上面寫說 謝國良罷免連署書已達標 主持人就把它唸出來啊 就是假訊息 現在趕快 很重要 所以貼三次 尚未達標 尚未達標 這個是什麼 叫鬆懈 最後的鬥志 是 因為呢 現在最後要衝嘛 但是時間已經很緊迫了 對 而在緊迫之下呢 大家一看還差六千份 那是不是各種小蜜蜂 各種狀況 我突破各種的困境 不管你能不能上臉書 或什麼的狀況 我都要去衝 對 這個時候 我也不能說是謝國良罷免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 但是有要挺 支持他的人 就告訴他說 已經打標了 讓大家鬆懈 大家就鬆了吧 鬆懈之後呢 那就不需要那麼辛苦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假訊息 太過分了 對 憤怒 這個就是製造一種 希望你 不管是怎樣 就降溫的一個效果 大家一看還差六千份 那是不是各種小蜜蜂 各種狀況 我突破各種的困境 不管你能不能上臉書 或什麼的狀況 我都要去衝 對 其實我也不能說是謝國良罷免 就是有一個人 但是有 有要挺 支持他的人 就告訴他說 已經打標了 讓大家鬆懈 大家就鬆了吧 然後鬆懈之後呢 那就不需要那麼辛苦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假訊息 太過分了 對 憤怒 這個就是製造一種 希望你 不管是怎樣 就降溫的一個效果 是 因為謝國良現在處理的狀況是什麼 他現在變很麻煩 他叫做中濟戰 對 因為呢 你到了明年二月一號 還好久喔 要一個中濟戰 大家來釋放一下情緒 對 他是中濟戰嘛 所以謝國良現在呢 他已經不是什麼 換糧不換糧 他是中間那個中流底柱 對 如果沒有過這一關 後面要延續是很難的 對 所以現在他是中濟戰 所以他現在壓力很大 他雖然做對了一切正確的事情 但是現在人家不重要 是因為大環境 有時候罷免 除了仇恨子之外 大氣氛成這樣 他運氣不好 他運氣不好 因為大氣氛現在是變成自己 這個對撞嘛 對 他昨天發一個那個電動車 都搞到大塞車耶 大排隊 他就是中間那個中濟戰 人家把你選定了 對 所以現在各種怪招出來 不過呢 對於元智我要講說 他有追了得到一件事情 因為 為馬槍 因為你明顯 今天早上有去那個現場 他是講說 其實元智得到了一個好處 什麼好處 那些老伯伯們呢 就看到李明顯 李明顯講的嘛 中考也聽到了 說元智是我們的寶耶 怎麼可以被罷免呢 對 所以元智已經是 深藍老伯伯的寶了 對 所以元智你至少還是得到了 一些好處 對 所以也許會被罷免成功 你不能再選立委 但是新北市長 你有機會在這裡想 對啦 市長葉原智的支持度 應該會比劉河來高一些